这个男主是真的服了 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被一大群妹子袭击 可到了关键时刻 就会跳出一个恶鬼女人打断其施法 于是到了第二天 男主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出家 毕竟要远离这个充满欲望的镇子 自己就不会被世俗困扰 但出家前起码得吃一顿好的 于是平时抠抠嗦嗦的男主 一大早就点上了一桌好酒好肉 瞬间让黄毛羡慕不已 对方还想靠近搭话 却被男主一手拎起 并警告黄毛不许在他的后花园搞小动作 这看得众人一脸猛逼 只有男主清楚 自己是被昨晚那个恶女人 搞到有心理阴影了 在酒足饭饱后 男主向三人坦白 自己要出家 此话一出让三人亚麻呆住了 紧张的惠惠连话都说不清 阿库亚却一脸淡然 并认真的告诉男主 要出家的话 务必选择他的阿克西斯教团 可听到这的男主直接炸锚 智障才去那个智障教团呢 于是不管众人劝阻 男主来到了工会的前台 问前台小姐姐拿了个出家去向推荐书 接着头也不回往外跑 但扎针毕竟是扎针 离开前还不忘和前台小姐表示爱你 不给出家前的自己留遗憾 之后男主干尽失足往寺庙赶去 三人则尾随 只有惠惠和达克尼斯在劝男主别冲动 没心没肺的阿库亚边吃着薯片边调侃 表示到了下午 男主就会想起泡泡酒了 所以他就不相信男主会出家 不服气的男主转身就和阿库亚争吵起来 也在这时 惠惠想起了与男主的一路走来 男主还没有见识过他最强的暴烈魔法 于是下定了决心不能让男主出家 要对方陪着自己边冒险边成长 虽然阿库亚不信 但中二的惠惠觉得男主是来真的 于是为了击碎男主的决心 他决定对石头山下手 由于惠惠的胡闹 打了一发之后便没了力气 男主只能背他走了一天 这也导致他们走了一天 也没能抵达寺庙 晚上惠惠询问男主有没有想家 特别是有没有想父母 男主觉得对方啰嗦 想立即停止话题 惠惠突然说起自己的愿望 是男主让他继续走的暴烈魔法这条路 只不过没能让男主看见晚分二百分的暴烈魔法 他觉得很可惜 现在才一百二十分 很快就可以了 说着说着惠惠将手放在了男主手背上 这突如其他一百二十分之后 想不明白惠惠为什么牵自己的手 难不成自己的桃花运真的要来了吗 要是这样的话 那还出个屁的家 第二天 被伤透了新的男主继续上路 突然 他们遇见了一位受伤的小女孩 三人都被其可怜的外表所诱惑 只有男主一眼就看出了他不是人 为了让智商超标的阿枯亚相信 男主直接掏出怪物图件念了起来 安乐少女 植物型怪物 会让路过的旅人产生强烈的保护欲 是危险的魔物 只要待在他身边 他就会露出非常安心的笑容 让人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他 即使男主叨叨续续说着这魔物的特点 但没一人相信 纷纷跑到了其身边检查他的伤势 小妖精只是一笑 三人瞬间一脸花痴样 男主为了让他们清醒 直接掏出短剑 三人立马警戒起来 男主想要过去 就必须先蹂躏达克尼斯的身体 而小妖精则趁机表演了起来 小妖精 虽然有了智慧女神说了跟没说一样的建议 但男主还是拿不定主意 这时小妖精表示歉意 直言声而为邀我很抱歉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 他一定投胎转世好好做人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男主哪里舍得动手 于是只能继续上路 突然男主想起这是通往寺庙的必经之路 便决定回去拜托小妖精一件事 让对方以后不要对路过此处的人出手 自己成为了和尚之后 下山就会给他带去食物 想到这的男主豁然开朗 自己要成为和尚这件事 或许就是命中注定的 然而刚回到树庄那里 男主才知道是自己一厢情愿了 他说一件事 是否这些女性云上人 他不明说得到最好 他不明说的 不明说会发生得到最好 不明说会发生得到手 然后是吾雪 出马来说得到最好 不明说会发生得到最好 被吾雪 不明说会发生得到最好 此刻男主心如死灰 而小妖精则从地底拿出了鲜甜的战利品 可这个冒险者的养分即将被吸干 小妖精也只能先躺下 进行光合作用补充一下能量 他却殊不知死神的镰刀再向他靠近 解决完魔物后 男主带着战利品回到三人身边 这时阿库亚注意到男主的背包上还插了个小锤 像是在某个地方见过 可男主两秒半也不想给他碰 于是在两人一番拉扯下 掉出了三个金币 见此情况 男主又赶紧摇了几下锤子 又是树莓金币掉落 好家伙让男主捡到了个摇钱锤 那这还出个屁的家呀 得赶紧回去镇子上消费一波 这时那魔王军干部又跑出来骚扰男主 可男主一点也不在乎 有钱之后的生活只能是无限美好 以后不用干活也能使劲玩梦 就在男主沉浸在幻想中的时候 克里斯叫住了众人 接着在打了个招呼后 从男主身边掠过 这时卉卉兴奋地让男主给他换一套新的长袍 男主得意极了 买买买现在的他不缺钱 可他找了身上两圈半 再也找不到摇钱锤了 此刻男主想死的心都有了 可他却没怀疑是克里斯动了手脚 回到家时又有个老灯上门反应 男主和阿库亚一激动 就把气撒在了他身上 不过很快被达克尼斯叫停了 因为老灯是他家里的管家 此刻过来有要事告诉达克尼斯 让他赶紧远离男主 不然会招来大火 直到看见书信达克尼斯还是不愿意相信 一脸猛逼的男主直接发动盗窃技能 把书信抢了过来 原来这是一封来自公主的吃饭邀请函 只因公主对男主的冒险试迹感兴趣 所以要照男主进宫 给他讲两天半的故事 克尼斯 辞退使用 何かあれば首脚が飛ぶ 礼技作法なんて知らないだろ そそうだ 食事なら 私たちだけでどこか美味しい店を貸し切って どうぞ 私たちの台が来たか こ こらに 私たちはこらに こら こら 何真面对向自己发起挑战的女骑士 果断就使出了偷窃技能 想要偷走对方的大宝剑 而结果也不出意外的中奖了 不过偷到的却不是宝剑 ごめん これ 返します 就在刚刚 男主拿着新研发的打火机 到维兹的商店进行售卖 而惠惠和骑士也一人拿了一个当做纪念 阿库亚本来也想拿一个 可却被何真给拦了下来 见状阿库亚瞬间绷不住了 为什么惠惠和骑士可以 到了他这里就不行了 听到这话男主也直接炸了 骑士则是帮他介绍了批发商的渠道 而因为这些打火机都是会不会帮他做的 而阿库亚却只是吃饱睡睡饱吃 什么忙都没有帮 所以凭什么他要分给阿库亚 要是真想要就到店门口帮他招揽客人 文言阿库亚也接起了男主的脑底 最终阿库亚还是到门口招揽起了客人 而这时他那宴会表演技能就派上了用场 而身为店主的巴尼尔也直接炸了 让阿库亚滚到别的地方去表演 最终还是维兹出面才制止了这场道具 而男主的打火机因为很有实用性 也很快就被抢勾一空 接着男主等人也为了面见公主 而开始打扮了起来 但骑士的礼服对于阿库亚来说 却有些太过宽松了 至于惠惠就更不用说了 最终骑士也只能找件小时候的洋装给惠惠穿上 至于阿库亚则是给他找了件稍微紧身点的礼服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 众人来到了餐厅与公主见面 而骑士也再次叮嘱三人 单会他负责和公主聊天 他们只要一边吃饭一边点头附和就行 但就以他们三人的性格 又怎么可能会乖乖听话 在见到公主之后 阿库亚先是一本正经向公主行了梗 可还没等骑士欣慰两秒半 这时男主也把目光放在了公主身上 他也没想到这公主居然长得这么可爱 然而公主却被男主猥琐的目光 叮得有些难受 于是便让属下告诉男主 让他把头低下 赶快说出冒险故事然后走人 其实简直都要疯了 这又不是KTV里的公主 男主居然敢说出坏人这种话 但男主却还是不服 毕竟公主在信里对自己那么崇拜 可这才刚见面又说自己微俗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他预想中的公主 而就在这时 阿库亚也完成了他给公主的肖像画 就连公主头上的那根呆毛 都被阿库亚完美地复刻了下来 公主这才注意到 自己那根因早上没梳好头发而翘起的呆毛 见状骑士也赶忙为阿库亚的施礼 向公主道了起 然而公主在看到话后 却觉得阿库亚画得很棒 这下骑士瞬间成了小丑 接着在宴席上 男主也将他打败魔王军 干部的英勇事迹讲了一遍 不得不说男主讲故事确实有一套 直接就把公主听兴奋了 就连自己人也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没想到男主这么能胡说八道 而公主也很好奇 在成为冒险者之前 男主是做什么工作的 男主当然不会告诉公主 自己以前是个家里蹲 于是便开始瞎边乱造了情 这下众位宅男都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然而公主听完之后 却想要看看男主的冒险者卡片上的技能 因为他很好奇 男主是如何打败魔剑勇者的 这男主当然不敢拿出来 毕竟他可是有一个 只有巫妖才会的吸收之处技能 这要是被公主看到 岂不是要把他当成魔王军的人 而卉卉也赶忙替男主打野 说这是冒险者的底牌亮出来不好 他本想让阿库亚表演魔术来转移话题 可阿库亚却一心只想喝酒 根本就不想多管闲事 而这个理由 也并没有让公主打消念头 看着男主一脸心虚的样子 骑士也赶忙站了出来 说男主从事的是最弱的职业 所以他才不好意思拿出来 但这话却更让公主的部位怀疑了 既然男主是最弱的职业的王 那他就更不可能打败魔剑勇者了 而男主也不敢说 他是靠偷走对方的魔剑这种卑鄙的手 才将对方打败的 于是身为魔剑勇者小明媚的公主 认为男主一定在这件事上撒了火 男主也真是服了 于是一气之下便准备离开这里 但最重是伙伴的惠惠却不愿意 他最看不得同伴受人欺负 换作平常他早就一发言报打过去了 可谁让对方是王族 最终惠惠还是忍了下来 毕竟他要是现在发火 身为贵族的达克尼斯也会受到牵连 然而听到这话之后 达克尼斯却又不愿意了 让公主收回男主是骗子这句话 并向男主道歉 达克尼斯也会 对自己的失礼向公主道的钱 但他也不该这样侮辱男主 毕竟男主的确没有说话 而且男主没有义务 必须说明他是如何逮应的 听到这话男主也坐不住了 既然公主这么想看 他是如何做到的 那他就亲自给公主示范一下好了 文言护卫也果断拿出了大宝剑 就这样 这件事情总算是画上了句号 至于骑士的伤口 也被喝醉的阿枯亚给完美之好了 而公主在知道男主不愿意说的原因之后 也真诚地向男主道了歉 接着公主也打算回王宫了 可就在护卫施展传送魔法时 公主却一把拉住了男主的手 只因被公主强行诱拐到王宫 男主就能每天从一千坪的大卧室睡醒 还有专人的管家和女仆为他服务 但男主是个变态 总是喜欢骚扰女仆 克莱尔刚打开公主的房门 就看到男主也出现在同一张床上 更离谱的是他还在讲述 关于达克尼斯的全果害羞小故事 就在一天之前 男主被公主偷袭代表王宫 男主人傻逼了质疑这是诱拐 雷英解释公主平时乖巧可爱 因此希望他能原谅公主的初次任性 并暂时扮演玩伴角色 公主表示很羡慕看到 和他在一起的达克尼斯很快乐的样子 哪怕只是短短几天就好 只希望男主能留下陪自己玩 见公主这么可爱 男主答应暂时住在这里 于是乎公主接连几天都缠着 他给自己讲校园不适 男主意外对他来说无聊的事情 公主却羡慕得不行 因此提出为什么不在王都搞个学校 公主文言立刻陷入沉默 下一刻王都就发出警报 遭到了魔族的偷袭 公主无奈这种事经常发生 所以在王都上学太过危险 男主无语明明是王都却会被偷袭 因此希望那些开挂老乡能认真工作 公主很感谢他这几天的陪伴 并答应明天就放他回家 只因待在这里并不安全 男主自知留在这里也改变不了现状 况且同伴应该都很担心他 虽然很不舍但也只能这样 公主希望以后有机会再给他讲故事 并感觉他有点像以前的哥哥 虽然他现在已经不会和哥哥这样闲聊 即便他希望男主能继续留下来 但也明白不能再继续任性下去 男主抽风让公主不断重复 他向哥哥那句 えっと 昔のお兄様みたいだと もう一度言っ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 お兄様みたいです もう一度 できればもっと砕けた感じで お兄ちゃんみたい 俺はこの城に残ることにした 于是男主继续从一千坪的卧室睡醒 让管家准备醒脑 咖啡 并且故意坐在床上 让女仆整理床 お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お兄ちゃ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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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ゃんとズボンを吐いてください おはよう アイリス 这天公主希望男主陪他下棋 但他却会露出一副 有顾虑的样子 或许正如雷音所说 他平时是个乖巧听话的孩子 所以很清楚自己做的 每一件任性的事 都会让身边的人不知如何是好 男主装逼不会为了理让就放手 要玩就认真玩 但输了别哭着喊我你讲 却不料一连几时把男主一把没赢 公主不忍心了希望到此结束 男主却不干了别想赢了就跑 把公主都搞无语了 虽然是他主动提出来下棋 但男主是真的好难搞 终于男主化身 敖鹰才勉强胜 胜过公主一派 男主提出下次带公主出去玩 这个世界或许有与众不同的恶魔 还有只吃素的巫妖 公主无语出去的少不等于没见过世面 根本不可能有那种恶魔和巫妖 问题是他每次出去就要惊动一大帮人 次日男主重复往日的装逼生活 今天他打算换个花样妨碍女不换床单 只见男主在那里搔手弄姿等待女不开门 却不料出现的人是达克尼斯 男主直接心虚的跪了 大家都很想知道他刚才想说什么 男主当场射死没脸见人 他不解他们怎么会在这 达克尼斯不爽是专门来带他走 他不在的这些日子 会会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男主却还想继续当公主的玩伴 不希望被大家打扰 女神不满他怎么能一个人逍遥快活 毕竟大家是一起打倒的魔王干人 因此他也要在王宫里生活 却不料几人的对话正好被公主听见 达克尼斯解释男主还有很多同伴在担心他 因此希望公主能放他离开 男主心里一万个不愿意 希望公主能拒绝达克尼斯的请求 但公主最后还是答应放男主离开 所以今晚打算给他搞个送别宴 晚上会会和阿库亚嘴巴就没停 达克尼斯却被一群男贵族疯狂骚扰 想要求婚而苦恼不离 被男主把家炸了的阿尔达普 忽然现身发表看法 他认为配得上达克尼斯的人只有一个 就是正在率军与魔王军战斗的第一王子杰蒂斯 没有人比他们更加般配 见达克尼斯很困扰的模样 男主豁出去了开始发颠 之后男主抱怨明明是他的送别会 却没人关注他这个主角 只有公主一个人来到男主身边 把男主激动的大呼好妹妹 公主失落因为男主的离开 明天这里又要开始安静下来 男主不解自己到底哪些地方让他喜欢 只因公主还是第一次遇到他这种人 天不怕地不怕 没礼貌又直言不讳 还会教他这个王族干奇怪的事 公主相信和男主度过的这几天 将会成为难忘的回忆 他羡慕达克尼斯 跟他一起一定每天都很开心 男主心疼公主到了明天 一定又会压抑自己扮演乖巧的孩子 他想找个借口能继续留下来陪他 直到公主提起王都内有劫富济平的一贼出目 对方专挑风亭不佳的贵族下手 然后孤儿院就会收到大笔匿名捐款 男主激动终于找到了留下来的理由 他找到达克尼斯表示会帮忙将其抓到 达克尼斯都惊了 毫无正义感的他又抽什么疯 贵族们却纷纷支持男主的决定 并不打自招 不是因为他们做过亏心事 男主转头看向一脸崇拜的公主心里美滋滋 他打算先继续在游手好闲之后再去抓人 却不料克莱尔要求同意的贵族也要全力协助 并让男主住进赞成他的贵族家里进行埋伏 何真等人为了抓到义贼住进了贵族家中 可义贼还没找到 男主却先找到了一个奇怪的房间 而打开门一看 发现贵族大叔正在对着一面镜子迎笑 男主凑过去一看 发现这竟然是个双面镜 对面连通的正是女棗堂 难怪这大叔会笑得如此淫荡 于是男主便威胁大叔 如果不想其他人知道的话 就把这个房间让给他住 文言大叔也看出男主和自己是同道中人 于是便邀请男主一起共赏 这男主当然不会拒绝 于是这间密室就被封印了起来 第二天男主正在吃饭的时候 卉卉突然找了过来 然后一脸娇羞地询问男主 要不要和他来一场甜蜜的约会 这男主当然不会拒绝 可他却没想到 卉卉说的约会居然是这样的 虽然男主很无语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 还是每天都会陪着卉卉到城外 来上一发爆裂魔法 而制造出的噪音 也在整个王都引发了一片怨言 至于阿库亚 每天除了喝酒就还是喝酒 甚至还拉着女仆一起喝 短短几天的时间 就将大叔家里所有的酒 给全部喝光了 看到几人如此摆烂 大叔也看不下去了 虽然他也说过让几人不用客气 但这也太痛得不客气 文言骑士也赶忙道歉 表示他们明天就离开着 到了晚上 睡不着的男主本打算吃点夜宵 可在来到厨房后 却看到了一个可疑的声音 从他的言行来看 显然就是男主等人要找的异贼 于是男主果断发动潜伏技能 悄悄来到了异贼的身后 然后将他一把抱住 然而就在双方僵持之时 两人却同时发现对方的声音有些耳熟 原来克里斯就是传说中的异贼 看到是自己人 克里斯也准备说出他偷东西的原因 可男主却并不想听 因为这种事情一听就很麻烦 他可不想被卷入其中 说完便拉起克里斯 让他趁没被发现之前赶快离开 但克里斯却不死心 仍要把原因告诉男主 于是男主便告诉他 这家的贵族是个巨色的老色批 一旦被他抓住那下场可想而知 而男主这一番生动形象的表演 也成功把克里斯给吓住了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走廊上却传来了骑士等人的声音 见状男主赶忙叫住克里斯 让他用捆绑技能将自己捆住 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让克里斯逃跑了 因为克里斯不想让骑士知道自己就是一贼 于是男主便谎称 对方是个戴面具的可疑男人 并且实力也很强 一不小心就让对方逃走了 然而听到此话 众人却并没帮男主解开绳子 阿库亚在确认此时的男主无法动靠后 告诉男主 他不小心把男主做到一半的人偶弄坏了 所以他想和男主道个歉 男主虽然很想宰了阿库亚 但嘴上也只能说没关系 让阿库亚赶快帮他解开绳子 看到男主居然原谅了自己 阿库亚便把所有对不起男主的事情全说了出来 虽然男主很想给阿库亚一拳 但此时他也只能选择原谅 并祈求阿库亚赶快给他解开绳子 见状骑士和惠惠也打开了新世界的档 第二天 男主因为没能抓到一贼 被叫到了王宫问话 虽然公主觉得错不在男主 可其他贵族和骑士团长 却都认为男主就是个废物 连个盗贼都抓不住 让男主赶快收拾收拾离开王都 这下公主也没了让男主留下的理由 可就在男主和阿库亚准备买些特产回去的时候 遇见却突然找了过来 但阿库亚却不记得他是谁了 因为遇见很高兴和阿库亚重逢 于是拿出一颗钻戒地点了阿库亚 但可惜这戒指太小 阿库亚压根就戴不上 而被遇见这么一打扰 众人也担得了路程 决定先休息一晚再离开 可就在男主睡觉的时候 克里斯却再次找了过来 当然这次男主是故意的 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自己床前 不吃个豆腐还是男人吗 而这次克里斯找男主 还是为了告诉男主他偷东西的原因 最终男主实在受不了克里斯了 也只好听听他所谓的原因 原来克里斯偷东西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在收集其他转生者遗落的神器 听到这话 男主突然想起了那把可以生钱的锤子 似乎就是在和克里斯擦肩而过时不见的 听到这话 男主就更不想多管闲事了 见状克里斯也急了 因为接下来他要收集的神器在王宫中 所以必须要有男主的帮助才行 但男主却死活不愿意帮他 看克里斯一副死缠烂打的样子 男主便威胁他再不放手 他就要对克里斯使用捆绑加偷窃技能 于是为了不被男主耐傻 克里斯也只好撒手 表示明天再来之后便匆匆离开了 然而男主才刚躺下 就听见了魔王军来袭的警报 而骑士也立马敲响了男主的房门 可男主却一心只想摆烂 魔王军什么的他才不想去玩 于是骑士便只好先去找阿库亚 但阿库亚却也和男主一样 现在一心只想赖在被窝睡觉 至于惠惠则是充满干劲 打算一发爆裂魔法来个帅气的清场 却可把骑士吓坏了 赶忙一把将惠惠拉住 而听到三人发出的吵闹声 也再次把男主给吵醒了过来 男主刚想骂街 却又觉得此事正是立功的好机会 只要自己能打赢这场战斗 就可以一血浅耻 然后留在王都生活 于是他果断找到了 正在吵闹的三人 这一切还要从魔王军偷袭王都说起 男主本来也想参战 可大姐姐却表示 男主的等级不够三十级无法参战 就在男主为此感到丢人时 克莱尔及时帮男主解围 而经过他的提醒 周围的冒险者也都认出了男主 并纷纷为这位曾击败 多位魔王军干部的男人而欢呼了起来 见状男主也忍不住各色的起来 可阿古亚却有种不好的预言 Muno 例えば 頭のおかしい子が私も巻き込んで 爆裂魔法を使うとか 脑筋な子がモンスターを集めて 私も巻き込まれるとか 誰か頭のおかしい子が 起こ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脑筋の回りはやめてくれ アクセルに帰りたいんですけど 相手は数が頼りの雑魚ばかりだ 俺の本気を見せてやるさ 结果下一秒男主就被光速打点 再次来到死后的世界 见到了转生女神厄里斯 原来在和魔王军开战时 阿古亚上来就被一只哥布林咬住了脑袋 男主将他救下之后 也忍不住骂了阿古亚几句 于是受不了侮辱的阿古亚 当即就再次冲进战场 就在阿古亚大展神威时 男主也注意到了一只落单的哥布林 于是男主当即掏出揪揪丸追了过去 然而他却殊不知 这只哥布林其实是个诱饵 于是男主就这样被几百只哥布林围殴致死 不过厄里斯却并不在意男主的死因 只是告诉男主 让他下次再见到自己的信徒 克里斯释放尊重些 而此时的男主还不知道 克里斯其实就是厄里斯 表示克里斯的欧派实在是太小了 他还以为对方是男的 所以才会做出那种事情 而这一番话也差点把厄里斯给说过了 见状男主也赶忙道歉 随后厄里斯也大方地原谅了男主 因为他其实也有件事情要拜托男主 那就是让男主帮他收集散落在人间的神器 虽然这些神器都是由阿库亚发给转生者的 可却因为种种原因落在了凡人的手中 如果不将其收回的话 会大大影响到人间的平衡 所以他必须要将其收回来 而第一件是可以随意召唤恶魔 但想要操控对方却要付出代价的神器 第二件则是可以短时间和别人互换身体的神器 说完这些 厄里斯便将男主给放了回去 而等男主醒来时 魔王军也早就被众人给打跑了 因为有着阿库亚这个女神在 人类一方也无一人伤亡 而且骑士的表现也十分勇猛 但他们却殊不知骑士这个斗篇 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享受挨打 但更令男主没想到的是 卫卉居然才是这次大战最大的功臣 而原因就是魔王军干部在大放狠话时 卫卉直接给了对方一记爆裂魔法 让扬言将人类化为灰烬的魔王军干部化为了灰烬 而这一帅气的行为 也让卫卉收获了一群小迷地 想要看看卫卉的其他魔法 闻言卫卉瞬间有些心虚 毕竟她只会爆裂魔法这一种魔法 最终还是男主将她带走 才避免了接下来的尴尬 而回到王宫之后 爱丽丝公主也敢来探望男主 听到爱丽丝居然叫男主哥哥 卫卉虽然有些吃醋 不过相比于这些 卫卉更在意的是爱丽丝脖子上的项链 因为身为法师的她一眼就看出 这项链上有着很强的魔力 不过爱丽丝却并不知道这项链如何使用 因为上面的文字至今都无人能够解读 但身为转生者的男主 却一眼认出了上面的日文 于是便下意识地读了出来 紧接着项链就发起了光 然后伴随着一道光芒闪光 男主就和爱丽丝互换了身体 但不知情的惠惠却有些失望 何かが起こるかと思ったのですが 肩透かしを喰らいました いつまで見つめ合ってるのですか さっきもですが 私がいることを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 いや恵美今まさに凄いことが起こってんだろ 急に呼び捨て あのですね私の方がお姉さんなのですから 恵美お姉ちゃんと あの 私がアイリスなのですが 随后男主也猜出这项链 就是厄里斯让他找了神器 而在了解到过了时间限制 两人的身体就会自动换回来之后 爱丽丝公主也打算 用男主的身体到王宫外去冒险一番 而惠惠在了解爱丽丝的情况之后 也自告奋勇地要当公主的护卫 文言爱丽丝也高兴坏了 本当ですか 恵美お姨ちゃん 自分で言っておいてなんですが やっぱり恵美でお願いします 恵美さん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任せてください 買い物の値切り方から 売られた喧嘩の買い方まで いろんなことを教えてあげます 本当に大丈夫なんだろうな イエーイ このそば 男主也趁此机会 享受起了公主的生活 但克莱尔却觉得 公主今天有些反常 以为公主又被男主 给灌输了什么奇怪的思想 クレア カズマ様は素晴らしい人です 歴史の教科書に載せてもいいくらいですよ 本当に何を吹き込まれたのですか 就在克莱尔寻思着 干脆直接杀了男主时 魔剑勇者御剑掌握过来 而御剑那英俊的脸 也把克莱尔给看了一阵脸红心跳 そんな表情するんだ この国の人々や アイリス様を守るのが 僕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ますから クレア 気安く私の頭を撫でた この男子を死刑に 先ほどから様子が変です どうなされたのですか クレアに免じて 今の父兄は許して差し上げますわ あっち行きなさい ほら早くあっち行って 死死 失礼いたしました 真不愧是你 接着男主又有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利用公主的身体 去捉弄下打克尼斯 在得知他正在洗澡之后 男主立马兴奋了起来 表示自己要帮他搓背 但身为公主又怎能帮家臣搓背呢 这克莱尔当然不同意 于是男主便表示 自己也要帮克莱尔搓背 以此来感谢克莱尔平时的辛劳 いや ですか 好 嘘もありません ささ バイリス様 参りましょう すぐさま参りましょう 何たる身に余る光栄 ささ ささ 然而等到了早堂之后 就在男主即将达成目的时 互换身体的时间限制却倒了 やったじゃねえか てめえ 覚悟できてんだろうな 見ろ 兄貴がへこんでるじゃねえか え へこんでねえし こんな悲伝伐性を浴びせられたの初めてだったから うーん その調子です よーく言えましたね 次のセリフでとどめといきましょう コブン連れていけってる時点で小物 圧倒せき小物 経験値の足しにもならない カーセイ ハ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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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ブラカに仕上がっ シャ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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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公主交換身体后本想要趁机化化 却不料关键时刻又重回本体 以至于不仅惹公主生气 还莫名其妙被一群猛男追着打 并再次遭到公主护卫的无情挖掘 半夜克里斯再次摸进男主的房间 他承认城堡有交换身体的神器 却认为那种东西并不危险 殊不知那是只要利用得当 就能实现永生的超强物品 只因交换身体之后 一旦其中一人死掉就无法恢复原状 每当身体衰老或身患绝症 就能找个年轻健康的人交换 再弹掉对方就行了 男主担心公主的安全 想要将此事告诉那些大贵族 却忘了一旦那些人得知神器的作用 全国的贵族都会疯狂抢夺 之所以和男主说是因为相信他的违缘 因此他打算今晚夜戏公主 于是男主也乔装打扮成盗贼一同潜入城堡 但男主关键时刻总想着吃豆腐 故意趁附近有守卫的机会和克里斯紧贴在一起 并美其名曰是为了世界和平 克里斯是真的服了高低要跟男主秋后算账 但当前只能想办法躲开追兵 克里斯展现实力将入口用丝线封住 却不料反而让自己成为了瓮中之变 此时身后克莱尔已经带大军将他们堵在大厅 克里斯见状打算从房顶脱身 但男主却希望今天解决 只因明天他就要被赶出王都 妹子都惊了男主竟然突然热血起来 男主也不知道原因 可以想到这段时间和公主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 男主就无法坐视不管 因此接下来他会拿出真本事 面对克莱尔的挥剑 男主只用一招便将其打倒 他嚣张今晚要让大家见识自己的真本事 并擅自取名是银发盗贼团 克里斯人都麻了 当即让男主继位成首领 因此还是叫面具盗贼团好了 此时遇见及时现身相助 他会负责对付面具男 因此将银发少年交给克莱尔对付 这下克里斯不淡定了 自己怎么就变成男生了 男主对付玉剑打算顾忌重施夺走他的魔剑 见眼前的盗贼想夺走魔剑 玉剑丝毫不慌 自从上次败给男主之后 玉剑就随身携带了许多东西 却不料男主是个老六 说要夺走魔剑只是障眼法 将魔剑动在剑窍才是真实目的 随着地面结冰玉剑划到男主身下 接下来便被男主疯狂灌水 三个妹子直接看傻眼了 很快玉剑就被灌成一个水桶 趁着克莱尔和雷因解救玉剑的功夫 两人继续深入来到公主的房间 却不料达克尼斯早已等候多时 随后达克尼斯便光速认出两人的身份 惠惠则拦在公主身前 可下一刻就被男主的打扮摔倒 男主无语默默用魔法将两人捆在一起 酒鬼阿姑亚自信有他在没意外 他要把两人抓到晃刀剂泡泡走 男主实在是服了 他打算用死脸偷走公主的项银 克莱斯却担心他又偷成胖刺 此时其他人也从身后追来 达克尼斯突然压力飙升 生怕打假赛被其他人发现 随后他假装攻击实则放水 二人轻易就避开了他的横坎 并合力发动技能偷走了公主的项链 阿库亚最后还不忘出手 逼着两人只能跳进河里逃走 事后达克尼斯上门发难 男主不当人立刻供出克莱斯是主谋 得知他们是为了回收危险神奇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他 克莱斯解释担心要是被他发现和男主串通 以达克尼斯的立场一定会很为难 达克尼斯无奈他们还有没有隐瞒其他事 看男主的样子就知道还有 随后男主乘上被他偷走的戒指 达克尼斯却让他绝对不能弄丢 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男主慌得一批 打算假装在附近捡到再还给公主 却不知这是王族决定婚约者的时候才会取下 并交给自己弹女的东西 一旦他还回去必定会被灭绕 而这是公主十分珍视的东西 因此他必须偷偷随身携带 次日达克尼斯将项链的作用公布 男主则再次遭到克莱尔的嘲讽 昨晚盗贼出没他也没有派上用场 公主却觉得那两个人是为了救他才会夺走项链 如果当真他们真的是正义的义贼 男主意外没想到自己的小号反而风平逆转 被大家这么夸张 让他忍不住自爆身份炫耀 见公主觉得那个义贼很帅 他好像有点喜欢上对方了 男主飘了觉得公主说的是自己 当即打算取出戒指表明身份 达克尼斯不答应拼命阻止 却不料公主说的却是那位银发盗贼 男主傻逼终究还是错误了 分别之际公主扭捏了两秒半 还是希望男主能满足他一个愿望 可达克尼斯也有话要说 男主打败了许多魔王军干部 今后说不定也会成为打魔王的男人 因此希望公主对他说几句不利的话 公主一脸崇拜不愧是兄长大人 虽然他并不这么想 可看到公主期待的神情 男主又不愿意让公主失望 去讨伐魔王似乎也不错 公主相信兄长大人一定可以做到 惠惠吃醋让他不要再一口一个兄长大人 要喊就去找他真正的兄长大人 像个人 我又有了 观众又要没人 说咱们都酷咏 男主打断两人的争衷师 期待公主的愿望是什么 公主害羞表示他们之间的游戏还没有结束 因此希望男主有机会再来跟他比赛 事后男主心如死灰 都怪达克尼斯 要是他不提魔王什么的 说不定公主的愿望就是继续和他在一起 甚至要跟他交往结婚 达克尼斯仿佛看傻子一样 他哪来的自信 能不到一周就让公主喜欢他到这种程度 殊不知此时公主对于戒指被偷走一点都不生气 只因关于那枚戒指有一个规定 能打倒魔王的勇者将拥有迎娶王女为妻的权利 事后何珍才知道 原来慧慧只是在帮他练习忍耐大赛 只因达克尼斯每年都是夏天举办的大赛冠军 由于老父亲身体不太好 他只能跑到这边训练 得益于等级的提升 如今对热的忍耐度也变高了 却不料和针对眼前的场面似曾相识 达克尼斯顿感不妙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之前在王都他就趁机整过和珍 随后达克尼斯注意到阿库亚身前多了一颗蛋 他得意这可是龙蛋 前段时间他们因为讨伐魔王军干部 获得了三亿倍利赏金 不久后就有人突然上门推销 在对方一顿彩虹屁下阿库亚彻底迷失 随即男人取出一颗蛋表示是龙蛋 他愿意让给阿库亚原本价值一个亿的龙蛋 那人却说只要他手头上的钱就好 阿库亚想要捡漏当场买下 并幻想今后孵出来的龙成为龙群帝王 因此提前为他取名绝尔帝 何真是真的服了 不管怎么看都只会孵出小鸡仔才对 但比起这个 今天他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办 由于何真之前古刀的现代时尚小垃圾 巴尼尔从达克尼斯身上看到了毁灭的面相 因此答应帮他占卜一下 接下来他要问达克尼斯几个问题 他必须诚实回答 身为骑士他为什么要偷偷减轻盔甲的重量 他表示是想让身体更轻盈方便战斗 但被一眼定真是在说谎 无奈只能坦白最近腹肌愈发明显 所以才刻意减轻重量 其次他还会把卉卉换下的小号洋装拿来比较 虽然嘴上说不合适却会歪头傻笑 达克尼斯射死 即便是他内心也想穿可爱的衣服 最后就是明明何珍总是眼神下温 为什么他还是会故意穿能看出身体线条的衣服 这下达克尼斯受不了 这些问题和占卜有个鸡毛的关系 却不料巴尼尔也没说有关系 占卜只需要把手放在水晶球上就行了 而占卜的结果是他家近期会遭遇不幸 脑子不灵光的他以为牺牲自己就能解决 巴承会采取不经过大脑的行动 但任何人都不会因此开心 并且以他的力量什么都做不到 巴尼尔建议他抛下一切逃走 可想着只要强推就好 却又不敢跨越红线的胆小男人一起 何珍强烈抗议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虽然他并不在意占卜的内容 却还是选择回家探望老父亲 巴尼尔还给了何珍建议 不要因为近期获得大量财富就满足 而是应该制作更多的时尚小垃圾 只因他跟达克尼斯说过 虽然凭他的力量无力改变 但根据何珍的努力就不一定了 几日后达克尼斯突然想拉何珍去狩献悬赏怪物 最近沉睡在湖底的多头水怪突然复苏 身为打倒了魔王军干部的勇者 此刻正是他表现的时刻 只可惜何珍一点兴趣都没有 如今他已经赚够了巨额财富 对打怪赚取赏金一点干净都没有 达克尼斯做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答应只要讨伐成功就清他的脸 谁知何珍是个人间清醒 客家 今时刻刻刻意的命令人都可以赶回家 启 启 启启 启 启启 启 启启 这个姨姨呢 自分のkiss一つで男人が命をかけてくれるって 本気で思ってたみたいだぞ どんだけ自己評価高いんだろうね 启 启 きさま 好きに言わせておけば おい やだよ 达克尼斯恼羞成怒想要动手 可随即便恢复冷静来到身前 露出一副可怜模样哀求他 这下和珍还是把持不住 最终与达克尼斯合力拉着阿库亚一起 惠惠则期待收到水蛇就会想到龙 只要打倒他就能光明正大自称屠龙者 阿库亚不满等爵尔蒂出生家里就有龙了 但惠惠却想要那种可怕的称号 况且他也不想把爵尔蒂寄放在巴尼尔那里 他担心巫妖和恶魔会给爵尔蒂带来坏影响 只因龙弹被母龙抱在怀里越久 就能得到越高的魔力以及继承父母的属性 本来他还希望能孵化出神圣白龙 生怕会被黑暗影响变成黑龙 既然如此 何真让他搞快点 于是阿库亚便在湖里玩水 在湖里净化 只因怪物讨厌干净的水 等怪物冒出头之后 再由惠惠一发暴裂魔法秒 却不料阿库亚竟然直接在水里睡起了午觉 也就在此时 惠惠感知到湖底出现一股强大的魔力 你看阿库亚被舌头在上天与太阳肩并肩 惠惠已经没办法使用暴裂魔法 不仅是他 在场三人全都麻 何真是真的服了 没想到自己又又又死了 但很快就再次复活 不久前他被水蛇整个人直接溶解 只剩一把刀没事 而达克尼斯刚才为了救他被水蛇吞了 何真安慰一起回去洗澡 却忘了自己此刻还一丝不挂 事后达克尼斯道歉何真是因自己而死 但他却并不在意 只是好奇达克尼斯似乎有非打倒水蛇不可的理由 见他说并没有 何真压根就不相信 还故意激将他是不是放弃了 达克尼斯激动放弃不了一点 下次他一定会攒了那条蛇 可等两人来到工会去发现 大家都在责怪他们突然招人水蛇了 只因王都发生了大案件 何真担心公主会不会有危险 殊不知是他取名的 赢发道贼团被通缉了 红魔智里的占卜师已经占卜到犯人就在这座城市 并且悬赏金还是两个小目标 只要有人能抓到赢发道贼团 骑士团就能来这里讨伐水蛇 何真是真的服了 何真要他抓他自己 何真无奈只能躲在家里 会不会想明白打败水蛇的关键在于火力 只要有阿枯亚的魔力 跟何真的技能Drain Touch连手就能做到 却不料被阿枯亚一口回绝 他的神圣魔力不会给任何人 不管是何真威胁 达克尼斯纵容 还是会会发神经他都不会做 何真意外会会为什么也这么想干掉水蛇 只因他被水蛇杀死过一次 所以会会想要为他报仇 在那之后每天达克尼斯用诱尔技能引出水蛇 会会再用一次爆裂魔法就好 何真无语最近下雨对水蛇有利 等天气放晴他才会认真做事 但天气预报说近期都是雨天 期间达克尼斯和会会一直不断去骚扰水蛇 两人一时大意反被水蛇偷袭 今天好不容易才活着逃回来 洗完澡却发现何真正在帮他修理铠甲 何真傲娇是自己太闲了没事干 还让他不要再去 达克尼斯却想起之前一起泡温泉的时候 何真也帮他修过铠甲 他希望有机会再一起去 但何真却死也不去 那里有太多和会会一样怪异的人 可即便如此他也还是想跟大家一起去 次日会会突然发现达克尼斯和装备都不见了 一定是又去讨伐水蛇了 阿库亚嘴上嫌弃 但还是愿意把蛋交给别人帮忙照顾 他要去打达克尼斯屁股教训一番 何真让他们先去阻止 自己需要先去一个地方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达克尼斯一个人战斗 然而他不顾两人的阻止 哪怕办不到也要去 却不料身后突然出现一大群的冒险者 何真告诉大家他每天都去对付水蛇 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原来最近何真一直都有在请大家吃饭 因此多少还是要换一些人情 并且他们也不能看着达克尼斯一个人去冒险 何真让所有魔法师将魔力汇聚在一起准备一发大的 达克尼斯还是充当右耳将水蛇引出弧面 盗贼集体出手用绳子将水蛇的脖子捆在一起 再用巨型钩子将水蛇拉上陆地 何真则被精准投送到水蛇背上 想要打倒水蛇就必须让他魔力耗尽 何真只能化身炸汁机疯狂压炸魔力削弱实力 很快水蛇就被成功拉上岸边 却不料水蛇一个鲤打挺把何真压在身下 所幸达克尼斯即使护在身前才保住他阴影 但他很快也要坚持不住 何真无语平时派不上用场就算了 难得大显身手的机会结果这么快就不行了 这都受不了的人还怎么再忍耐大赛上连贯 达克尼斯让他放心 他们要死也是一起死 何真放心个鬼 急忙让他再努努力 他这么强壮根本就压不死 会被压死的只有他一个 那 我把我諦めれば 一馬死亡 啊 那是這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以為為我所為的 你所為的女人相似的 她的命令 但你所為的 我所為的你所為的 我所為的 這矛盾 現在的情況是 你到底是哪個主人様的 有小老弟不讲武俄 见水蛇似乎变弱之后打算抢人头 却不料下一刻就被水蛇一口吞掉 同伴及时出手打断舌头才将他救下 而此刻舌头没有再生 正是魔法师出手的最佳时机 众人纷纷撤退跑路 由慧慧聚集所有魔力使用最强爆裂魔法将水蛇轰杀 然而等大家庆祝一番回家却发现 达克尼死又不见了 桌子上只留下他的一封信 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他要退出队伍 肃琴最新一化有多炸裂 因为骑士的突然离队 男主直接带着阿库亚和慧慧找到了骑士家中 让他给一个离开的理由 然而管家却告诉三人 骑士现在并不想见任何人 文言阿库亚直接拿着一袋金币放在了管家胸口 眼看三人还不死心 管家也只好叫来护卫将三人赶走 于是男主一气之下也不再挽留骑士了 准备去冒险者公会重新再招募一个骑士 这慧慧当然不同意 于是在男主面试新人时 慧慧便在一旁倒起了乱 而听到慧慧的大名后 前来面试的小老弟也赶忙告辞了 其他冒险者更是连看都不敢看向这边 因为谁都不想和慧慧这个脑子有病的女孩组 然而就在男主责骂慧慧的时候 达斯特却突然跑过来 想让男主帮他一个忙 男主本以为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却没想到达斯特只是让他帮忙跟踪一个人 原来达斯特发现最近他的队友林恩最近十分难运 而且还跟陌生男人一起去了旅馆 他担心林恩是受到了胁迫 所以才拜托男主跟他去调查 当然忙也不白帮 这些魅魔优惠卷就是这次的报酬 见状男主也果断答应了下来 随后两人来到旅馆 在林恩的隔壁开了一间房偷听了起来 而从对话来听 似乎男人正在威胁林恩拍照片 而且还是非常sex的照片 而听到这话 达斯特当即就要去隔壁奏难男人一顿 好在男主及时将他拦了下来 接着等隔壁两人离开房间后 男主才和达斯特潜入了进来 看着床上那红色的性感内衣 达斯特终于是忍不住了 随后直接拿起内衣自己换了上去 并让何珍用相机给自己拍照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打算用自己的身体 将相机的底片拍完 来给对方留下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这就好比你给一个美女拍完照片 结果回去洗出来之后 却发现照片竟然变成一个男人 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然而就在两人拍完底片 跪下准备道歉 可林恩却并没有责怪男主的意思 随后便直接带着男主离开了房间 让贵族随意处置达斯特 而出门之后 林恩也向男主解释了原委 原来这贵族近视的男童 他喜欢的人就是达斯特 一开始林恩也帮达斯特拒绝了对方 可贵族却还想着至少要一张照片作为留念 对此林恩本来也是拒绝的 可他却没想到 达斯特居然自己穿成那样出现在贵族的房间 まさかこんな 俺は王族や貴族相手にすんな慣れてんだよ 貴族だからビビると思ったら大間違いだぞ 慣れたら 神様は本当にいたんだ 教団に入信して よかった いいか ここにいるのは二人の男 それ以上でもそれ以下でもね 身分の差などないと 白亚様 深く感謝します 今日はなんて日だった あのね あの貴族はダストが好きなの 牛逼 接着林恩又告诉男主 现在大街小巷都在传着达克尼斯要结婚的消息 而且听说他的结婚对象就是那个贵族胖大叔 于是男主立马就回去将此事告诉了惠惠和阿库亚 同时他也决定亲自去找骑士问清楚 接着到了晚上 男主让阿库亚给自己加上各种Buff 打算独自一人潜入骑士家中 ファースタイルエンターティナー ゲート死者になる魔法よ 最後の何 本当に一人で行くのですか ピッサイ 然而男主却殊不知 这个才艺Buff将在后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只因这个Buff竟能让他模仿任何人的声音 于是男主靠着这个Buff 顺利地来到了骑士房间门口 并用管家的声音敲响了房门 告诉他何真在外面想要找他 虽然骑士内心也很高兴 但还是表示他不想见任何人 于是男主便说出了骑士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随后男主将骑士问在床上之后 却发现骑士像是任命一样闭上眼睛 搞得就像是男主要飞离他一样 无奈男主便让他先答应自己别乱喊乱叫 然后松开了骑士的嘴巴 眼看护卫就要破门而入 男主赶忙用骑士的声音阻止了他 表示自己现在没穿衣服在玩游戏 大人の一人遊びのことだ 言わせりだ 恋惚しい こんな夜分に遊びなどと 就这样骑走护卫之后 骑士也责怪起了男主 真不愧是你 事后骑士也向男主解释了原因 原来他们家欠了一笔巨款 所以他也是为了还债 才会嫁给那个讨厌的贵族大叔 文言男主本想拿钱帮骑士还债 可骑士却果断就拒绝了 并且 来自用骑士的声音阻止了 牛逼而两人的吵闹声也再次把护卫给吸引过来 于是男主也只好再次顾忌重施 不过这次骑士的嘴巴并没有被捂 直接就拆穿了男主 没办法男主也只好使用羊杀技能做养护 趁着所有人都闭上眼睛时 使用潜伏技能逃离了现场 然而在慌乱之下 男主却不小心误入了骑士父亲的卧室 不过好在骑士父亲认为男主人还不错 他不仅没有揭露男主 还拜托男主带着骑士远走高飞 因为他现在身患重病大陷将至 已经无力再继续照顾这个家 就在男主不知如何回大师 骑士也带着护卫找了过来 然而在得知父亲的意思后 骑士却并不愿意听从 因为他一旦逃了 就必定有人会因此受到牵连 所以他是绝对不会跟男主离开的 看到骑士这么顽固 男主也有些生气 我还是要保护的 你会不愿意 我需要和鸞的救助 不愿意 神的奇迹是生气 不愿意 何? 你到底在乎吗? 你也在成为了? 你了解 你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去救救你 你不能忍受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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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自分 你 你 你必须 我絕议到你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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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